欢迎来到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九寨沟 九寨沟景区由树正沟、泽茶蛙沟、日泽沟三条主沟组成,呈外自行分布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九寨沟游览,本导览视频将会帮助到您,请留意观看 自驾游车辆可停放在沟口蓝天停车场或明华停车场以及国大停车场 售票大厅位于景区沟口游人中心旁 网络购票的游客可以在沟口各自助售票点取票 景区于早上7点开始开放 在购买门票和观光车票后,您可以排队检票通过景区大门 请按照工作人员引导来到沟口后车区乘车 景区内500余辆绿色观光车以公交行驶循环发送 按照指挥中心的智能调度将游客输送到三个初始游览点 然后您可以自由安排今日的游览路线 被安排在长海乘车点下车游客 是以从上到下的顺序进行游览的 在游览完泽茶挖沟的精华景点后 可于中午在诺日朗服务中心用餐休息 下午乘坐观光车指原始森林或者树正乘车点游览 被安排在原始森林下车的游客 是以从上到下的顺序进行游览的 在游览完日泽沟的精华景点后 可于中午在诺日朗服务中心用餐休息 下午乘坐观光车指长海或者树正乘车点游览 被安排在树正乘车点下车游客 是以从下到上的顺序进行游览的 在游览完树正沟的精华景点后 可于正午在诺日朗服务中心用餐休息 下午乘坐观光车指长海或者原始森林游览 景区各景点之间可换乘观光车到达 也可沿着总长70余公里的生态栈道步行抵达 温馨提示 九寨沟管理局提醒广来游客朋友 在景区游览时注意安全 请严格遵守乘车秩序和游览规则 祝大家在九寨沟游玩愉快 一 请依次有序购票乘车 在规定站点上下车 步行游览时请勿离开站道 以防发生意外 未成年人需在家长监护下游览 不得单独活动 二 景区内严禁吸烟 禁止野外用火 严禁将易燃易报物品带入景区 三 不下滩踩水细水 不攀爬或翻越栏杆 不攀树折枝 不乱补乱裂 不投食喂鱼 不乱磕乱话 不乱丢垃圾 不随地吐痰 四 工作人员执勤中 请主动配合 以维护您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五 严禁携带宠物进入景区 六 严禁在景区内流宿 七 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 请勿相信您身边推销兜售等信息 以防上当受骗 景区最大容赞量为 每天4.1万人 如遇旅游高峰 请关注酒债沟官网 3w.酒债.com 酒债沟官方微信微博 和乐行酒债APP 了解及时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